最近一位28岁的功夫练习者可以跳水 在中国为数百万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自中国西南部长庆市的张城墙 因其抗重力的壮举 而在当地社交媒体上广为传播 录制他独特技能的视频显示 他在水面上跳跃后跳开 这一撞举被发现只是一种幻觉 史宁看起来好像在水面上跳了 这是单跳 这是两次跳跃 这是双重跳跃 如本视频教程中所示 就称为双重跳跃 基础很简单 首先 这是垂直跳跃 这是提席跳 然后将两种跳跃 合并为一个 您必须熟练在垂直跳跃的最高点进行提形跳 练习在小障碍物 例如箱子或动子等物品上进行跳跃 您得将脚 悬停在障碍物上方 并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姿势 当您开始下降时 将脚提起 并稍微向前踢 所以当您在水 这样的障碍物上进行跳跃时 幻觉使您看起来在水面上跳 好吧 让我们现在来卸一下双重跳跃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很快就会在下一个视频再次见到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